早上的7点多 又被太阳给晒蒙掉了 起来了 趁着现在没有刮风 赶紧的把装备收一下 不然一会儿可能又得刮风了 昨天幸好用这块棚布把它挂起来 就这样挡住大部分的风 不然这个风从这边吹过来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想根本就没办法睡的 昨天大概是10点钟左右吧 又开始刮风了 刮了好一阵 反正我这边影响不太大 那边风啊就是那边树的声音 我感觉这个树都被压垮了一样 好了先收了再说吧 等一下再热一点羊肉吃一下就好了 装备已经归纳好了 先热一下羊肉 还是那么的香啊 还是那么的香啊 兄弟们开饭喽 学一下小张哦 小张这个人比较幽默哦 这个羊肉还是挺直到 吃两顿 如果去烧烤店烤啊 就算五块钱一串 你看我这买了五十块钱 看他能穿多少串 我的快递要 最慢最慢的要后天才能到 所以呢我现在也只能说 在这个赤峰的附近啊 或者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提到赤峰 然后到处的玩一下看一下 这边四周基本上都是山 所以呢你想要 就是往上或者是往下 那你就得爬坡了 反正我现在放缓速度吧 慢慢的走吧 开始起风了 不过风向变了 昨天是从那边吹过来 幸好我已经收拾好了 一块吃好了 赶紧的吃一下吧 收了收了 一会儿又大起来了风 呼会寺 简介与保护范围 这个庙啊是那个王爷府的那个 副庙啊就是距离很近 很大哦 不过大多数应该都是翻新过了 看 前面那两个石狮 看不出来到近距离才能看得出来 哦没错 这个就是琴带的 保存到现在也不容易哦 哦 那边也是一样了 哦那边好像还有个井 古井哦 他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简历哦 但是这个毫无疑问肯定就是清朝的 好气派啊 这个是正殿的后门 耶稣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的看了一下福徽寺 确实是皇家寺庙一样 非常的大 可能就是皇家寺庙 非常的气派 然后呢 我刚刚在手机上看了一下 我本来想去看前面的王府 昨天看了一下门票是33块钱 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下 变成47块钱了 那算了 我就不看了吧 可能是今天是周末的缘故吧 他就涨价了 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太友好 算了吧 算了吧 反正这个寺庙也看过了 就这样吧 现在还是下坡 不过是逆风 被大货车逼到石子路来了 这附近啊 全是汗坑啊 我跑到医院来找一下厕所 医院应该不是汗坑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装备确实是轻了很多 你看以前啊 就是我自行车的话 两个脚撑都未必撑得老 你看现在基本上一个脚撑就能撑得住了 稍微靠一下就能带得住了 以前这个根本点不住了 这个一下就断掉了 碰碰 这个很脆的 买了点鸡蛋啊 准备今天晚上煮那个茶叶蛋 今天是立夏了 立夏在我们宁海那边 当地的习俗就是吃茶叶蛋 每年的立夏我妈妈都会 发来信息说 吃了茶叶蛋没有啊 我说茶叶蛋哪里会没有啊 都有吃啊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后面比较大的一个超市啊 它是没有那个茶叶啊 就买了一点那个卤料包 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 啊就煮茶叶嘛 就煮那个绿茶 就用绿茶吧 你在这里出摊呢吧 不是出摊啊 我先出摊煮茶叶蛋 不是不是我是骑自行车旅游的 哦哦 你在当儿还煮那碗吃啊 今天不是立夏吗 立夏我们那边习俗就是吃茶叶啊 茶叶蛋啊 哦 这个奇怪可能这个好一点是吧 哦 茉莉花茶 这是花茶那是绿茶 哦哦 这是红茶 你找啥主 一般都找花茶 这个主 就是这个 这个茶叶 这个是绿的哦 绿茶 你就这么长年旅游啊 做着买卖啊 不是做买卖啊 就是玩 就是玩啊 起到哪里玩到哪里啊 都走到走过那了 就这么起着玩啊 对差不多都走过了 王爷府就在前面了 这个王爷府和刚刚那个寺庙是基本上差不多一样大的 可能这边比那边稍微大个三分之一左右 玩人还挺多的 现在还是五一的那个假期嘛 对吧 一风下坡 要凳才能起的冬 不然起不下去 这边的风确实有点大哦 还没完全开始哦 我觉得到下午的话 它那个风就大起来了 请在这个博尔会这边吧 一个广场这边 闭一下风稍微休息一下 这边有这个可以稍微挡一下 没有太阳啊 还是稍微有点冷的 我刚刚看到前面一辆 那个出租车啊 它写的是那个 翼啊 就是 湖北那边的哦 开到这边 不知是哪个土豪啊 打车打到这里 每次很早不想露营的时候 却偏偏给你这么好的房子 那个房子里面有水泥的 而且还很挡风 可惜了 俄北街道 马上就到了 幸好啊 有这些树木给挡住了大部分的风哦 快要到县城了哦 这个路宽起来了 不用鸡精吊胆了 西府村 景山农贸市场 我今天已经买了蛋了 今天晚上就煮蛋吧 就不进去买了 或者说再补几个蛋啊 我感觉我的蛋买的不够多 前面呢就是卡拉清旗的县城城区了 去找个凳子坐一下 休息一下 不着急赶路 他这有厕所 但是没有充电的 算了 反正我还有一度电 你们看这个瓜 我刀碰一下它会不会吹掉 哎呀不好 又给坑了 这个钟楼应该是他们卡拉清旗的标志性建筑了 就像我们宁海县的那个大厦的那个钟楼一样的 看看那个人的素质里面 就把这个套子就让人乱满了 就把这个套子就让人乱满了 我开二级就开水了 开二级 你干啥就拉 滑滑 嗯 我把两个充电宝还有手机都放在那个里面充了 这边是一个生活垃圾的中转站 这边是一个生活垃圾的中转站 24小时开放的厕所 基本上都有差做的 吃点酱饼吧 刚刚想吃那个麻辣胖 那边人太多了 没吃 冲了20%多吧 不冲了 哇 这边的人太多了 旁边有个篮球场 就活动的人很多很多 算了 不冲了 晚一被顺堵了 那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又开始挂道风了 前面呢就是赤峰的机场了 飞机呢 现在呢就离开卡拉庆旗吧 前往赤峰市区 刚刚好 我躺在那个打篮球的那个上面啊 我居然睡着了 这是个好事哦 好久好久没有睡午觉了 就是基本上睡不着的 我躺在那边一会儿就睡着了 可能有躺了十来分钟吧 现在接着往赤峰方向出发 还是逆风啊 这个袋已经碎了好几个了 刚刚又补了几个 再买了点水牛奶 准备 准备找地方过节去了 准备找地方过节去了 就从起床到现在吧 下午的四点多了 基本上都是一路逆风哦 刚刚休息了一会儿 体力恢复了 又骑了一会儿逆风 又没劲了 不过这边好像啊 确实没有什么合适的录影地哦 你哪怕是去找一块空货的啊 就是 沟壁滩都没有 啊 这个确实进不去哦 一不小心轮胎就砸在这个上面就砸掉了 再好也进不去了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五点钟了 今天一直拧着逆风哦 在骑药 虽说骑的路不太多 但是膝盖有点痛起来了 想找路一逆 后面刚刚有个政委会非常好 还有凉停哦 就是停的车子太多了 我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了 好像还有二三十公里就到 赤峰市区了 机场就在前面了 飞机看得这么近你看 这里呢是牛家银子镇哦 是个大镇子哦 各位来个炒饭吧 哦 他这都这个烤串 都炸的 里肌肉有没有加的 那给我加点里肌肉和佛腿吧 有啥你炒饭 炒饭 炒肉干饭不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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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给我们烤一份 这个看着还是比较有食欲的 这个看着还是比较有食欲的 铁板炒饭 完成 这个镇子还盛产那个中药材药 全部都在卖那个中药材药 好像地里面种的全也是中药吧 我在这个路边发现好像是闲置的那个新房子 这边是可以进来的 我只要在他那个屋檐下面搭个帐篷就好了 我估计这边是没人的 你看这边还有好多房子门是可以开的 应该没问题吧 我就在那个 他那个屋檐下面就好了 这边还安静了 好 就这一件事最干净了 我去把车子推过来 这里是应该新建的小区吧 这里已经是牛家银子镇的郊区了 那边房子还有好多有人在住着 可能也就是把东西搬到这边来 哇我已经又是精疲力劲了 你看那个房子下面它也是可以住的 我带的水完全足够 足够的话到这小卖部来买一点 幸好那个里面是挡风的 正好正好 它那个三轮车没有带在里面了 它要带在里面的话我也进不去了 哦 正好这三间是最干净的 四间啊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晒那个中药的 你看 这些是晒那个中药的 你看这些应该全是中药啊 装车了准备 先把帐篷搭起来吧 人家来了就好好跟人家说嘛 我就注意完我就走了 也许他们会 也许他们会 对放那个中药材啊也不好说 我在这搭个帐篷住一晚行不行的 我就是在这边 我是骑自行车旅游的 我说我在这边搭帐篷住一晚 我明天又走行不行的 注意吧 对你们应该不放东西吧 哦好好谢谢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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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帐篷搭起来了 今天不是立虾吗 买了点鸡蛋 然后买了点茶叶 今天就煮个茶叶蛋 不要用这个锅煮了 那个小锅可能放不下 多煮一点吧 明天当早饭午饭都可以 好像买了有十几个吧 这个风还是有点能吹进来 不过这样我已经非常之夺了 没睡就好啊 不知道能放几个 啊 这个已经睡觉了 都放下去吃了 一次吃个够 然后再来点这个 炖牛奶肉的卤药包 放里面 再把这个茶叶放里面 都放里面吧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六点多了 六点十三分 大概是需要煮最快最快两个小时吧 才能入味啊 当然啊 煮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那就最好 就是把这个气罐给煮完 当最好 什么肉我尝一下 没错 就是鸡腿 嗯 这个味道说的话 一般般吧 还行 今天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 导航 我大概只骑了五十公里左右 不多 当然这五十公里都是逆的风的 膝盖很明显又痛起来了 就是 你逆风嘛 就像那个上坡一样 就是不断的在 有阻力 你看这个又通起来了 又得擦点那个马高了 希望明天到 赤峰室里面吧 找一个合适的录影地吧 再休息几天 不然的话这样下去又 膝盖可能又会出现问题了 顺便也可以等一下那个快递 这个茶叶可能有点多了 这个煮了有一会儿了 现在把这个敲碎了 这样才会更加的入味 哎呀我旅游 在这儿住一晚 明天要走 现在就可以调味了 这边已经把它 基本上都已经打碎了 现在就可以调味了 这边已经把它 基本上都已经打碎了 再来点酱油 胡椒粉 胡椒粉 紫蘭粉 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这回应该差不多了 我听到砰砰砰的 爆掉的那个声音 这个水也差不多要煮干了 这个绝对绝对入味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8点多了 这个蛋我也让它冷了一会儿了 可以吃了 其实刚刚吃的那个炒饭 已经差不多已经饱了 因为这个炒饭的分量挺多的 这个确实有点多 明天未必能吃得完 好像有20块都有了 明天早饭的话吃几个 然后明天午饭又吃几个 然后明天提的时候累了又可以再吃几个 你看这个已经入味了 你看这个裂痕啊 就说明这个味道已经进去了 咸咸咸的 还有一股浓浓的那个茶叶的味道 还买了点牛奶 今天的立夏就这么过了 我们宁海那边就是这种习俗吧 就立夏就是吃蛋 小的时候呢就是妈妈煮了那个茶叶蛋啊 然后就第二天早上跟同学去碰蛋 就是怎么碰呢 就是比谁的蛋硬 就是这样碰碰碰 然后当时呢还有那个蛋网 就是自己用那个叫什么绳子编起来的那个袋子 我那个袋子呢是我外婆叫我编的 我现在可能好像也会编就是那个蛋网 我相信很多很多的那个80后啊 都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啊 就是编蛋网了 然后放在里面 通常都是放三个 多的呢放三个四个五个 这样都能放 反正一般来说都是编三个或两个的 就这样 那个时候没有把蛋敲碎掉的 都是拿到学校去跟同学比赛 就碰蛋 谁的答应 又让我想起了儿时 这边啊 日夜温差确实还是比较大的 白天呢有二十多度 晚上呢就跌至单位数了 比如说白天有二十五度 它晚上的话可能就剩五度 高一点呢就七八度这样子 但实际上呢是很冷很冷的 今天呢找到这个地方 既能避风又能保暖 那么我也吃一点半 我就躲到帐篷里面又继续剪辑视频了 不然又得通宵一点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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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